我們將香港與內地的醫療制度融合 希望將香港一些好的東西帶上去 將內地一些好的東西跟我們融合 我聽說當日你推行不打點滴的時候 很多病人投訴 改革永遠在路上 但改革之路就沒有坦逃 歡迎大家來肥虎醫療 今天我們的嘉賓 都不用介紹了 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盧寵茂教授 喂教授 主席好 我想問你 當年你為何肯放棄香港馬例醫院 香港大學一個這麼高的職位 跑去深圳做院長 是否有空一點 還是你有政治野心希望 向上在國內官場 謀得一官半職 其實很多人都問我這個問題 包括我的朋友 他們覺得我原本在香港 又做臨床 又做科研 又做教學 上去做院長 是否一個行政的工作 是否舒服些 我跟他們說 絕對不是的 因為這個工作 是很有挑戰性 亦都可以說 是幫助更多的人 我主要為何覺得自己應該接受這個挑戰 第一是它的難度 第二是它的影響力 為何呢 我其實看這間醫院工作 不是這麼簡單 做一個行政 因為這間醫院是一個深港合作 一個試點 我們將香港和內地的醫療制度融合 其實兩地是很不同的 我們就希望將香港一些好的東西 帶上去 將內地一些好的東西 跟我們融合 內地的醫療都有它的好的地方 例如他們的積極性是很強的 他們的改革是很快的 我始終相信 其實人 也都包括了我們醫療 特別是我們醫療 永遠都需要改革 因為改革的意思就是 你學習新的東西 永遠在路上 習主席說 改革永遠在路上 但是改革之路就沒有坦逃 永遠不是那麼容易的 一定是困難的 人是不喜歡變的 很多人一聽到我們說要改革 聽不聽是什麼 他已經說不好 這是人之常情 習慣了 所以對我來說 走上去深圳做這個院長 剛剛好五年 剛剛滿了五年 確實是不容易的 怎樣去到磨合 需要一段時間 我就看這間醫院 不是那麼簡單 其實它是全中國 甚至全世界最大的醫學上的試驗 試什麼呢 就是怎樣利用一國兩制 去到融合優勢 建立出一套 又不是香港 又不是內地的 其實就是深港融合的那種制度 沒錯 而能夠改善到很多人的健康 他們的醫療質素 我覺得這個可以影響到 不單止深圳兩千二百萬人 也可能影響香港七百萬人 甚至是全國十四億人口 所以對我來說 是很困難 但是是很有影響力 很值得做的 我用一個例子 內地的醫院 很多打點滴 大家之後都知道 一進醫院什麼都不要說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醫療收費頂得太低 他就要靠打多些藥 給你一個釣針 然後打一些靜脈抗生素 那裏收你一千幾百元 你去到一些內地的公立醫院 就有很多個叫點滴房 門診你發燒而已 打點滴 你頭痛 他都可以叫你打點滴 那裏收費 你會見到很多人 坐在那裏也好 躺在那裏也好 有些站在那裏 拿著一個瓶 就像自由神像一樣 那些小朋友 手打不到 他在頭皮上打針 這其實是一個不好的習慣 其實是因為他的收費 剩得太低 收費問題 有些人說 推了一些醫生下海 醫生沒有辦法 在這個制度之下 你的醫保想令病人看得起病 但出現了一個 醫院不夠錢 是一個副作用 我聽說當日你推行不打點滴 這件事的時候 很多病人投訴 那時候你都很辛苦 你推動這個改革 第一 醫院收入少了很多 還是別的病人覺得 來到醫院你不打點滴 你是甚麼醫生 其實所有的改革 都不容易 因為內地的病人 他們習慣了 我從小到大去醫院 打了甚麼 打了 他覺得打了快 好些 他主觀上是這樣想的 所以最初我們醫院不打點滴 第一 其實醫院本身是徹底的 因為你收錢少了 第二 病人不喜歡 病人就說我們不是好醫生 他根本不來 第三 來到罵我們醫生 你不是好醫生 你為何不開點滴給我 你為何不幫我打針抗生素 我發燒 那時候都熬得辛苦 我記得那時候很大壓力 病人少 很多方面 而我們另一方面 其實是衝著其他醫院去 某個程度上 就說你做的事是不對的 你不應該打點滴 我們才對 我們全國這麼多醫院 我們就做了唯一一個 說人家不對 但是我們真是堅持 其實開始不只是我 我這五年任期 第一任院長鄧院長 已經做了很多工作 當時真的很困難 尤其是醫院講得難聽 生意不好 因為內地的醫院是要自負刑規的 它不會像香港這樣 政府每年給800億給醫管局 每間醫院就由醫管局給錢 就不用收病人錢 內地的制度 每個病人是按行目收費 不過它限度很低 有個醫保價 這麼厚本書 重量計多少錢 病人就通過醫保會給錢 醫保幫他給了九成 他有個醫保戶口 就不用自己給錢 九成不用自己給錢 自己給少少 確實這些 我們繼續堅持 堅持是什麼呢 事實證明 不打點滴 從打點滴的病人 同樣這麼快就好 不用的 但是更加 你收錢少了 是的 確實是虧了 點滴不在醫保裡面 但是現在 經過十年 我們現在有很多方面 我們綠色醫療八大主題 就是 辦醫、管醫、行醫、就醫、質安、文化、科技、環境 八個主題 辦醫是什麼呢 就是我醫院去辦 我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是公平公益公開的 管醫 我們的醫生 廉潔 巡証醫療 我醫生不是推銷員 不會收藥廠回購 不會收紅包 我醫生不是推銷員 他不是賣 在賣藥 不是說我越賣得多藥越好 你需要的藥 我開給你 你不需要的 我一定不會亂開給你 不會過度醫療 不會亂開檢查 行醫 就是講我們醫生的行為 他們做開藥 全部都是巡証的 就醫 反過來講病人的文化 內地的病人 其實在這麼多年 因為 對醫院那些不信任 公立醫院 很多時候的問題就是創收 他們的目標就是賺錢 醫院政府沒有付錢 他收費行得太低 醫保很低很低 你不付錢都無所謂 醫院他自己定收費 勞動價值多 那就要過度醫療 多些藥 但他行得太低的時候 他們為了生存 就是這樣 我覺得很多東西都是一環一環相購 你不調整收費 他又沒有辦法擺脫靠賣藥 但你調整收費 病人又覺得費用高了 但我們現在通過十年的運作 我們的八大主題 我們做到一件事是甚麼 Less is more 甚麼是Less is more 突然做一句英文出來 小即多 有很多過度的裝飾 是浪費的 例如你家屋 搞得叮叮噹噹噹 有水晶 有黃金鋪地板 其實很貴 但你說我舒不舒服 我不舒服 我說我住 你不知坐在哪裏 這裡又怕弄髒 那裡又怕弄爛 其實我們用巡政醫療 即是說你來看我 我給你專業意見 其實最值錢是甚麼 就是我給你這個意見 那個收費應該是高些 但是我是巡政醫療 你需要的藥我給你 結果我其實是Less 我是少些的 你不用做那麼多檢查 不用開那麼多藥 不用打點滴 不用打抗生素 我們用的藥錢 耗材錢檢查是少了 病人其實給少了錢 但是醫院的收入 真真正的純收入 沒有少到的 一般醫院 開很多藥做很多檢查 其實大部分錢 都去廠家 甚至有很多中介人 有些人收回容 一層一層 但是我們開很少藥 是不會做過度檢查的 最終病人 病人將單去到比較 我們門診給其他深圳同級 三格醫院 我們便宜了15% 我們住院 平均每個病人 比其他深圳市三格醫院 低30% 那麼厲害 其實這個是Less 就是病人比少了 醫保給少了錢 間接最終醫保 也是政府給少了錢 整個國家 醫療費用是減少了 但是我們醫院 有些人便說 嘩 那你怎樣生存 難道單打手板 又不問政府拿 不用 沒得給的 其實我們是跟回 深圳市公立醫院的寶座 我們不是特權的 我們沒有另外政府給錢 但是我們收入入 門診好住院入面 10元是弱錢 只是18元是耗材錢 我們醫生的專業費用 佔了我們住院病人的43.8% 即每100元有43.8元 其實香港私家醫院更高 80元 890元 公立醫院也是 但是我們有43.8元 其他深圳醫院 33.2% 不夠 33.2% 換句話說 每100元入面 我們多他們13.5元 純收入 因為那些是醫生的價值 醫生做過手術 看過病 你收多少錢 我們是高一點的比例 其他醫院是靠開藥檢查 但是大部份的錢 去廠家 他只有33.2%是純收入 我們43.8元 每個國家當然 我們收的錢裡面 多13.8%是真正純收入 我們雖然政府病人給少了錢 但是醫院是多賺了錢 這就是綠色醫療最終 為何現在國家想推出來 教授 我想問你 你剛才說到香港和國內 兩種系統 你如何將兩個最好的融合 一起 說回醫生 教授醫生的收入 香港公立醫院的醫生 你做哪一科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的人工的 但是國內就不是 你現在 你如何去平衡兩樣東西 當你大鑊化 你大鑊化的好處 但是你全部看他的表現 他會不會做多了事情 其實我從小到大都在香港 雖然我不是在香港出生 我是香港長大 在香港培訓 我對香港的公立醫療 我都是習慣的 很多人都說 你選擇做外科 是這樣的 跟任何一個醫生 同樣的人工 你做肝炎值 沒有特別獎金 同看普通科不妊 同年歷都是一人工 但是內地不是的 香港做是沙律不做沙律 沒有任何獎金職效 內地80%至90%是職效獎金 這麼高? 是的 固定薪酬佔他們的收入 尤其是上級的醫生越厲害 固定收入是很低的 其他全部職效獎金 所以他們的推動力很大 積極性很強 你不做 沒有工工是這樣的 做得好的 真的可以去到很高的獎金 但當然也有過度的話 有問題 我們怎樣去控制這件事呢 我們就是做一個融合 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說明 其實不斷要學 不斷要看別人 你可以看到 你看到我們的好處 又要看到我們的弱點 我們將它融合 我們現在醫院的制度 不是港式 亦都不是大陸 我們是70%定的薪酬 基於你的年資 你的工作 另外有30% 他們的收入是職效 我們每半年發一次職效 你可以說 好像一些商業機構 確實是有這樣 因為我們需要提升積極性 內地病人這麼多 如果你每個人都坐在這裏 我做看多一個 都沒有特別的獎勵 我就不是 很難推動 我們想進步 我們就用這樣 但我又不想做到賣藥 我們這些員工 如果他們做得不好 主要我們的質量 我們就不會 你提一個門診 我給你五元 你十元 就像工廠女工 你做一枝塑膠花 我給你多少錢 那是不好的 專業 我們要看他的工作質量 看部門的效率 部門的工作質量 再加上他的每年度 我們有些重點 譬如三格評審的時候 我們要推動他肯去做三格 要不然 每個人都說三格 關於什麼事 等等 很多觀眾可能不明白什麼三格 三格就是國內醫院最高的評審 我這個老友這個醫院 幾多年了 五年 五年就拿到三格醫院的status 是全中國的國內 是沒試過一間這麼新的醫院 五年拿到的 這個確實在內地是很重要的 一間醫院好不好呢 其實三是講大小的 最大的已經叫三格 甲就是等 三級甲等醫院就是 內地最幼大又好的醫院 確實不容易的 最初我去做院長的時候 那些人一開始就說 你千萬不要濟 很難的 因為平心很複雜 六百幾條 全部用簡低字寫的 你想想我們最初的時候 你現在國語都進步 普通話都進步了很多 但我們通過三格 感覺到國家三格評審很細緻 很嚴謹 很嚴謹 甚至比外國的 譬如澳洲的ACHS 其實它是嚴謹很多的 認真很多 因為內地實在醫院太多 而國家真的有心要提升水平 沒錯 我們通過三格 也都認識到原來這個這麼好 我們其實現在推動三格國際法 有一個好消息 剛剛我們把三格的標準 提交了國際的機構 就是醫院評審聯合國 是 我們現在三格的標準 拿到ISQA的成員 我們的目標就是 希望未來 在中國的醫院 可以通過這個國際化的三格評審 國際化 如果ISQA成員 不用再考JCI 不用 不用HHS 國際的醫療保險會成員 甚至將來我希望整個大灣區 包括香港、澳門 都是走這個國家的國際醫院評審 這個很好 將來推出一帶一路 就不是外國一帶一路 都要找美國去到屏 我們的三格評審機制都可以 中國都要走出國際化 說回我們醫院評審 我們發覺內地這些很多事情是很好 我們就是要融合它 希望將一些好的東西帶出來 也將香港好的東西帶回去 所以我這份工作 真是… 你好像是顧著深塵 香港有什麼值得遮鏡 有啊 我都有很多東西 都想帶回香港 甚至疫情之下特別顯示到 其實疫情前 我們已經是幫助一些 在內地廣東省的長者 長者醫療券 2015年已經開始 我們已經用 到現在有3萬4人次用 很受歡迎 現在只是門診還是住院都可以 住院未可以 這個就是我們希望可以 這個也是如果真的要做到特灣區 政府的問題 都是政府層面要做些工作 希望可以更加推動 疫情之下 有很多醫管谷病人 不能回到香港覆診 我們由上年11月開始幫他們覆診 到現在又接近3萬人次了 3萬 現在也延長了 去到明年的5月 那些藥是怎樣的 有些藥是香港正在吃 國內沒有的 這個分兩方面去看 有某些藥是真真正正 香港已經註冊了 而內地還沒有註冊 另外有些藥是香港也註冊了 內地也註冊了 但藥是由不同的廠去做的 其實藥的質量是沒有分別的 不過有些人誤解 也有些人覺得寫著中文字 他又覺得好像不一樣 就算有很多在中國製造的 其實他都是原廠外國的生產商 在內地設廠 其實根本和原廠是絕對沒有分別 我可以保證 我如果要吃藥 我在醫院裏面 我都是寫著中文字 在內地生產 絕對沒有問題 所以這些其實完全是一樣的 況且其實做藥 其實不是一個很複雜的 化工廠絕對很容易做得到 沒錯 已經全部都知道 確實某些藥 是香港已經用得 是內地沒有用到的 這個原因就是 國家的藥監局 NMPA 他在評審藥物的時候 是有一個延遲 比較慢一些 其中主要原因就是 很多藥廠在研發藥物的時候 他的三期的臨場研究 就不在中國製造 他在外國製造 如果國家要評定這些藥 是否適合中國人用的時候 他要重新做臨場研究 永遠就遲了幾年 是 例如一些新的癌症藥物 這個最多了 美國FDA approve了 香港用了 國內未審批 所以現在有一個新政策 就是深圳先行示範區裏面 不只是香港的 澳門 澳門都可以的 澳門或者香港上市的藥 也不只是藥 是醫療器械 醫療器械都可以的 是一些新的儀器 都可以這樣用 我們就由去年年底開始 作為一個試點 配合省藥監局 去推行這個新的政策 4月29日 我們已經用了第一種 通過這個特殊政策藥 其實是不容易的 為甚麼呢 我知道很難 那些十批過程 我都略有所聞 我簡單說一句 一些在內地不合法的藥物和醫療器械 我們作為一間醫院 要用一個合法的方法 去到採購、運送 來到醫院使用 使用的過程 要確保它仍然是合法的 一有些甚麼不妥 整個政策就可能會推倒 所以我們其實真的責任很大 很多人以為你們好 可以開始賣藥 有些人甚至一講 政策出來就說 很簡單 你不是在香港買藥物 你找一輛貨車自己運上來 然後在醫院買 誰喜歡買的 甚至另一間醫院 有一個人說 要跟你拿藥物 你給他全部買 不行的 我們其實都投入了很大的成本 人力成本下去 但是我們都看到這個政策很重要 幫到人 真的幫到 舉例 我們4月29日用的抗D免疫球蛋白 是一種注射入浸 就是有某一些女性 她們有個血型 叫RH陰性 大部分中國人是RH陽性 有少部分是RH陰性 如果她懲懲嬌是RH陽性 RH positive 她懲嬌第二胎的時候 可能會出現溶血的抑脊 是很嚴重的 這種藥就是預防 這些RH陰性的孕婦 去到懷孕的後期 和生嬰兒之後 就要打這隻針 其實就是將RH陽性的細胞 抹緊 讓孕婦不會 有事 不會出現抗體 不會在第二胎的時候 又來過 就會令到第二胎溶血 我們第一個個案 正正就是一位女士 她原本就是熊貓血 她知道 她原本計劃去澳門打 因為香港過不了 回去要隔離 她打算去澳門 但是很不幸 臨去澳門前 她二十七週 穿了水 穿了水不能走 要躺在醫院裏面等 她當時其實很失望 不知怎麽算 很幸運 她進來我們醫院裏 我們就告訴她 我有這隻藥 可以的 快到科 等了差不多一個星期的時間 藥緊緊緊 所以她很開心 我們現在有超過二百多人用了這隻 真是及時雨 另外我們第一個講藥通的器械 就是一個叫磁力可搖控的泰棒 是一支金屬棒 其實金屬棒用來做什麽呢 就是有些小朋友 她先天的隻水側彎 那條隻骨彎得很厲害 側彎 她十歲都未夠 幾歲 可能六七歲 就是這樣 她對她的心肺功能很大 很危險 她要做個手術矯正她 矯正之後 她要把金屬棒放進去 幾歲小朋友 你放一支金屬棒 她會長高的 金屬棒 每六個月要換一次 以往就是這樣 每六個月開一次刀 那些小朋友對她的成長 可能大大話話 要開八次、十次刀 很慘 這個可搖控的泰棒 就是放進去 她可以用一個無創方法 一按鍵 她便會自己現場 每三個月回來醫院 不用麻醉 不用開刀 不用傷口 在背鍵按摩擦 那她便會延長 這個器械 在香港 我們港大骨科 張文智教授 她一向都是骨科主任 張文智教授十一年前 十幾年前 是全世界第一個使用的 但內地仍然沒有 所以今次我們都很開心 Kent 張教授 她便上來幫我們主刀 全世界第一個手術的主刀 就是幫國家 在港澳系統的政策裏面 做第一國 她連續做了三個病人 是很有影響力的 幫到小孩子 小孩子的家人 其實是河北 她們走到北京找了協和 找了協和 協和都說我沒有辦法 是呀 她說如果你在我這裏做 我就擺一條硬滑滑的 每六個月 你每六個月就劏一次 我會很辛苦 我說不要了 你去港大深圳醫院 她們那裏可以幫到你 教授想問你一個比較私人問題 以你這樣的大角手 為何還留在公營系統裏面 你出去就可以做星球人 日球人 為何你這麼多年 你還默默守在公營系統裏面 究竟有甚麼 motivation 其實我首先想說 不同的崗位都會有個意義 無論做公營好、做私營好 因為確實公營系統有些缺點在 輪候時間很長 有些事不是公營醫院會做的 所以私家醫院就可以提供服務 所以我不會覺得 一定是公營的就是最好的 但我自己會考慮 其實每個人自己覺得優先是甚麼 我自己 其實為何做醫生 問回你的問題 我很記得就是 我爸爸經常對著我們說的 我家裏六個兄弟 一屋仔 家務一千金 很窮 家務一千金 我爸爸經常對著 他就說 做醫生最好 做醫生可以幫人 其實他年輕人都想做 不過那時打仗 所以沒有選醫科 因為讀醫科要久一點 但是他就 從小到大 我聽他說 做醫生最好可以幫人 有錢的人要來幫 沒有錢的人要來幫 發達的地方要醫生 落後的地方要醫生 和平的時候要醫生 打仗的時候更加要醫生 你去到哪裡 你都是有需要 也是幫到人的 他用了一個 另外一個行業做例子 我只是重複我爸爸說的 他說律師不同 律師就 誰有錢你幫他 沒有錢的人請不起律師 就是他的概念 完全對 我本身讀匯計師出身 我都說律師匯計師 這是一個發達社會才的產品 以前誰是律師律師 律師律師 有錢地方才需要 但是醫生 醫者父母 所謂的大佬 譬如我們中國幾千年歷史 醫了多少人 救了多少人 我做了這麼久 當然 你叫我再選一次 我都選了醫生 醫生有一句格言 雖然我能夠治癒的人 不是很多 但是我很多時候 都能夠舒緩他們 但是最重要是 所有的 我都可以去到關心他們 是 就算是一個末期的病人 我覺得 通過跟他聊天 你都可以令他 可能你改變不到他的終點 他都是 我沒有辦法 超過了我可以幫他的範圍 但是 起碼我可以給他 我的意見 給他關心 舒緩他 讓他舒服些 安樂些 就算心理上我覺得很重要 說回我繼續在這裏 爸爸教 幫人 幫人 我又覺得 我怎樣可以幫得多些人 其中一件事 我自己覺得 我會做些有難度的事 所以你選擇最難的那個 是呀 當時選擇關議席 很多人說 神經病 香港一年都不能做多少個 是呀 不能做的 那些人都在做 我當然是想帶一些新的技術回來 幫到那些以往不能救的病人 絕對 我又覺得 我現在看回頭 我們九一年做第一個關議席 現在已經在說三十年 三十年 我們確實救了不少人 尤其是 我們不單止是我們自己爭手下去做的 我們開展的新技術 活體幹議席 現在全世界都在做 全世界救了很多人 我們幫到很多人 救了很多人 這就是其中一個原因 為何我繼續在公營醫院做 我覺得可以幫到更多人 公營醫院超人 病人數量多 再加上我在教學裡 我多教一些醫生 一個教十個 十個教一百個 我培訓到醫生 他可以做到更多 又在研究那裏 新技術 所以為何在大學公立醫院做 那個滿足感 如果你的目標是想幫多些人 你的滿足感大一點 我的影響力大一點 多謝教授 希望你這個醫院繼續往常升 百尺肝頭更進一步 一定 繼續努力 我們下集再見